2018年1月18日,正值大年初二,内蒙古乌兰浩特的市民们却对一条在社交网络里散播的视频引起了关注。 原来,在乌兰浩特市中心的闹市区里,突然发生了一起袭击事件,很多过往的行人都目睹了惨案的发生。 大家本应沉浸在节日的祥和气氛之中,但是这段视频却给乌兰浩特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不明真相的群众争相转发,各种毫无依据的流言蜚语充斥着网络。 案发地是一家银行的门口,各种奇怪的猜测则流传于坊间,警方顿时被舆论压得喘不过气来。 事态严重,他们必须赶在过完年前给大家一个交代。 那么,这起袭击事件的经过到底是怎样的? 案件的调查究竟有什么结果呢? 乌兰浩特警方在这天中午1点左右的时候接到了报警, 一名浑身是喜的男子倒在了某银行自动提款机的文献,警方立即火速赶到了现场。 伤者此时呢,也已经被送往了医院。 而目击群众告诉警方,他们呢,看到了一名黑衣男子冲向了刚从银行走出的受害者, 而不由分说呀,便用手中的凶器向被害者连刺竖刀。 嫌疑人行凶之后呢,也没有做过多的停留,而是立刻向南逃窜,被害人伤势严重。 洁白的雪地呢,也已经被他的鲜血染红。 而侦察员呢,立即前往医院探望,希望啊,能够在受害人脱离生命危险之后, 第一时间呢,了解到案发的具体情况。 而幸运的是啊,经过一番抢救之后,被害人终于是转危未安了。 据了解啊,被害人呢,名叫李毅。 他在下午1点呢,从银行取完钱之后,正准备离开。 没想到啊,身后突然出现了一名身穿羽绒服的蒙面男子,对他呀,直接就进行了猛烈的袭击。 而不幸中的万幸时啊,李毅遇袭的地点呢,处于闹事。 附近的群众呢,不但报了警,而且拨打了120。 李毅呢,被及时送至了医院,这才保住了性命。 当警方问他呀,是否认得刑凶者的身份时,李毅却称呢,对方的特征并不明显,他和刑凶者呀,素不相识。 那么,嫌疑人作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光天化日发生袭击案件,这是对法律的公然挑衅。 警方呢,立即分成多组,对被害人的社会关系和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同时进行调查。 啊,因为李毅遇袭之前呢,刚从银行里走出来,所以啊,大家第一时间呢,便怀疑犯罪嫌疑人的目的是为了劫财。 可是呢,当侦察员们向李毅了解情况之后啊,却有了意料之外的答案。 李毅呢,确实是去银行取钱的,可是嫌疑人呢,似乎从始至终呢,都没有打过他口袋里现金的主意, 一直到现在,那笔钱呢,都还一分不少的揣在他的兜里。 此案的性质,似乎并不是抢劫商人,行凶者看来另有目的啊。 李毅呢,是一个小包工头,承接了各个建筑工地的小工程, 他和工程单位呢,经常打交道,手下的工人呢,也流动了很多,社会的关系啊,比较复杂。 因为李毅呢,近年前呢,曾经有过拖欠工人工资的行为, 所以警方怀疑啊,他是不是遭到了工人们的报复。 但是李毅呢,并不认识行凶者,所以呢,也不排除存在幕后主使的嫌疑。 在警方的要求下呀,李毅呢,很快就提供了曾经和自己发生过矛盾的嫌疑人员名单, 同时呢,还讲述了一个可疑的情况。 案发当天中午啊,因为朋友呢,瞧钱之喜,李毅呢,便前去赴宴。 他在酒桌上呀,和三个同伴说好了,饭后呢,开个排局。 于是呢,四人酒足饭饱之后,便一同离开了。 按照李毅的说法呢,他在经过银行时呢,便进去取钱了, 朋友们呢,则是先行一步。 李毅呢,刚从银行出来,便遇到了袭击。 这有可能啊,嫌疑人呢,是一直尾随其后, 然后呢,瞄准了他独处的时机行凶的。 与此同时啊,监控视频的排查工作,也取得了进展。 嫌疑人呢,确实是一直跟在李毅的身后。 而此人呢,正是在李毅进入银行之后,在外守候, 直到被害人再次出现的时候,才实施了攻击。 他的目标十分的明确,寻仇的目的十分的明显。 这个人啊,行凶之后呢,则立即逃离现场。 他一路狂奔之后啊,在一个单位门前的隐蔽处停下, 无一会儿呢,便骑着一辆电动车飞速地驶离了。 侦察员们发现啊,嫌疑人呢, 是在中午12点19分的时候驾驶电动车到达了停车地点。 而让人觉得奇怪的是啊,电动车的后座上还坐了一名乘客, 两个人下车之后呢,横跃了马路,向李毅参加乔贤宴的饭店方向走了过去。 而警方呢,也通过这段画面进行推测, 两人中的其中一人应该认识李毅。 而行凶之人呢,很可能受此人的指使, 不然呢,他不会无缘无故地跟踪并且袭击被害人。 经调查啊,这两个人呢,并没有进入饭店, 那么他们又是怎么知道李毅在饭店里吃饭的呢? 警方怀疑啊,饭店里有人呢,在给二人通风报信。 于是呢,一面对当天出席宴会的客人展开了调查, 一面呢,排查起李毅提供的嫌疑人名单里, 有可能是顾凶杀人的仇家。 很快呢,被拖欠了一万六千元的债主李嘉航, 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警方呢,经过一番调查, 得知啊,李嘉航此时呢,正好也在医院。 但是啊,他到医院呢,并不是为了找重伤的礼仪催债, 而是呢,因病治疗。 李嘉航呢,在半个月前就已经住院了, 而案发当天呢,他并没有外出, 他并没有作案的时间。 而随着警方的调查呢, 嫌疑对象呢,则被一个个的排除, 嫌疑人名单里呢, 也只剩下了一个叫做王铁军的担任。 王铁军家呀,位于案发现场的西侧, 他待人和善, 看起来呢,也是十分的老实本分, 而对于警方的询问, 他回答的呢,也是脉络清楚。 从王铁军家出来之后啊, 侦察员们驾车使力, 他们这一路上呀, 总是感觉哪里不对劲, 没转几个路口呢, 他们便来到了嫌疑人停电动车的位置。 这个时候, 大家顿时警觉了。 虽然王铁军家呢, 位于城西, 但是啊, 从此处转弯之后, 没多远, 便能到达他家。 侦察员们立即对王铁军产生了怀疑, 于是呢, 侦察员立即调转车头, 再次前往王铁军的家中, 可是这个时候, 他的家门却已经院门紧闭了, 刚刚还在家中接受询问的王铁军, 这个时候以不知所踪, 大家顿时怀疑啊, 他是不是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所以位队前逃了呢。 侦察员呢, 立即拨通了王铁军的电话, 结果呀, 对方却称自己啊, 正在一家面馆里吃饭呢。 大家呢, 赶紧驱车火速赶到了王铁军所说的面馆, 还没进门呢, 便看到对方不紧不慢的从面馆里走了出来。 侦察员们呢, 二话不说便围了上去, 你和谁一起吃饭呢? 两个朋友啊, 人呢? 走了? 正在这时, 其中的一名侦察员察觉出王铁军的眼神里, 似乎有着一丝焦虑, 于是呢, 便进入面馆寻尸了起来。 这家面馆虽然不大, 但是每一张桌子上啊, 都坐了人, 他偷偷拦住了面馆老板, 询问刚刚和王铁军一起吃饭的人是谁, 没想到啊, 对方却说, 窗边坐那两个人不就是吗? 侦察员心中似乎明白了什么, 于是呢, 便走上前去, 跟那两人套起了近乎, 他在有意无意间呢, 提到了王铁军的名字, 二人一听这个名字, 便脱口而出, 刚我们还和铁军一起吃饭呢, 他刚走, 你没看见吗? 侦察员呢, 知道时机已然成熟了, 立即呢, 亮明了身份, 对方得知面前的人呢, 居然是警察之后, 更加不敢造死了, 在他们的讲述之下呢, 侦察员终于了解到, 就是他们俩, 在参加乔迁宴的时候, 认出了礼意, 并且呢, 给王铁军打了电话, 通风报信, 可是至于王铁军之后做了什么, 他们却并不知情, 警方啊, 立即对王铁军进行了突击审讯, 而在强大的心理攻势和法律威慑之下, 王铁军呢, 终于低下了头, 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李毅呢, 在几年前欠了王铁军九百块钱, 一直没还, 王铁军呢, 多次的催药未果, 李毅呢, 反而开始处处躲着他了, 这么点钱, 借了这么多年都不肯还, 王铁军呢, 顿时感到了对方对自己的蔑视, 李毅啊, 就是存心不想还这钱, 而简单的债务关系呢, 渐渐变成了满满的恨意, 王铁军在案发当天, 得知了李毅位置之后, 立即呢, 找到了好哥们张谦, 张谦呢, 憋着一股劲儿, 要给王铁军除气, 于是呢, 便骑着电动车, 带着王铁军呢, 一起来到了饭店旁, 王铁军指认了李毅之后呢, 便即离开了, 而张谦呢, 看到李毅走出饭店, 便跟了上去, 2018年1月20日, 警方呢, 将逃窜至济宁的犯罪嫌疑人张谦, 抓捕贵案, 这起光天化日之下, 发生在闹市的案件, 得以告破, 而在警方的通报之下, 各种偏离事实, 毫无根据的传言, 则不攻自破, 乌兰浩特市, 再次恢复了往常的平静, 人们呢, 也重新沉浸在了新年的欢声笑语之中, 人在座, 天在看, 一笔不大的欠款, 却引来了杀身之祸, 王铁军和张谦呢, 都将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代价, 而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的李毅, 是否也应该反思呢? 2013年7月14日, 有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 她穿着潦倒, 一头长发凌乱不堪, 她一边笑着, 一边拿着一把沾血的剪刀, 跌跌撞撞地走向了警局, 嘴巴里不断地念叨着, 我杀人了, 我杀人了, 警方面对这么一个疯女人, 马上提起了12分的精神, 并开始引导女人做好, 然后呢, 让女人介绍一下自己, 并将自己的犯罪行为描述出来, 但是啊,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女人呢, 刚刚还在说自己杀人呢, 转眼面对警方的审问, 又难难地说道, 我什么也没干, 什么也没干, 一时之间呢, 这件事就这么僵持了下来, 而通过对这个疯疯癫癫女人的观察, 警方发现了, 这个女人的手腕处有一道很大的伤口, 于是警方呢, 便先暂停了审问, 带着女人呢, 先到了医院处理伤口, 没想到啊, 这个完全不知道出处的女人, 居然之前来过医院, 救治的医生呢, 曾经接诊过她, 如此呢, 这个女人的真实身份, 便渐渐浮现了出来, 原来呢, 女人名叫范玉桃, 今年43岁, 有过一段婚姻, 目前呢, 处于离异的状态, 这个时候啊, 面对医生的包扎, 范玉桃呢, 还在连声的呼通, 直到这个时候, 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 好像才刚刚从梦中醒来一般, 有了对外界的感知能力, 这次回到警局的范玉桃啊, 终于能够口齿清晰的, 讲述自己的犯罪过程了, 范玉桃呢, 说了一个地址给警方, 让警方呢, 到这个地址去查, 说她呀, 杀了三个人, 一个女人, 两个孩子, 初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民警啊, 还处于深深的震惊当中, 谁也没有想到, 这么一个柔弱的女人, 居然能做下这样残忍的事情, 而到达雄暗现场的警方, 则更加的震撼, 放眼望去, 全部东西都丢的是乱七八糟的, 而在房子里四处呢, 都是飞溅的血液, 在房子中间呢, 躺着三个尸体, 一个女人, 两个小孩, 每个人身上啊, 满满都是血迹, 而且被刀捅的呀, 是面目全非的, 这个时候啊, 清醒过来的范玉桃, 第一反应呢, 就是在连声的问道, 那两个小孩怎么样了, 还活着吗, 说着说着, 便痛哭了起来, 嘴巴里喃喃的道, 我在做什么, 我怎么能对他们下手呢, 这两个孩子, 可是跟我很亲的呀, 在得知孩子和大人, 都全部死亡的时候, 范玉桃又哭又笑, 眼里还有仇恨的光, 面对警方的审问时呢, 还直言, 每一个人身上都被捅了不下六七刀,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一个女人这么残忍地举起了尖刀, 对着一家人痛下毒手, 又到底是怎样的仇恨, 使得这一家人死得如此的惨烈, 范玉桃呢, 今年四十多岁了, 但是她还是一个人在北京拼搏, 第一次失败的婚姻呢, 让她一直单身至此, 但是啊, 孤独的她呀, 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可以一起过后半生的伴侣, 这一天呢, 通过网络, 她认识了一个名叫刘昌理的男人, 有着第一次失败的经验, 范玉桃对于这个男人的会面呢, 其实是有些忐忑和不自信的, 但是啊, 两人会面之后, 竟然出乎意料的合拍, 一来二去的呢, 范玉桃和刘昌理处得是越来越亲密, 范玉桃呢, 特别庆幸自己又遇到了一份属于自己的爱情, 于是啊, 在刘昌理的提议之下, 范玉桃呢, 便毅然决然地辞去了自己在北京的工作, 跟着刘昌理呢, 回到了内蒙古的老家, 跟着刘昌理回老家的范玉桃啊, 是本着要和这个男人过完下半辈子新来的, 于是呢, 一到刘昌理的家里的时候, 范玉桃啊, 那是早起晚睡, 将家里的事情啊, 搭理得是井井有条, 而刘昌理的家庭情况呢, 比较简单, 父母早逝的他呀, 只有哥嫂一家需要来往, 而积极主动, 干净利素的范玉桃呢, 很快就得到了哥嫂一家的喜欢, 哥哥嫂嫂觉得呀, 弟弟带回来的这个女人呢, 勤劳能干, 是个居家的好帮手, 平时呢, 不论是嫂嫂还是他们的三个孩子, 也经常过来串串门, 一时之间呢, 两家的氛围都非常的好, 但是啊, 这样幸福的生活维持了不久, 就被一个QQ上的消息给破坏掉了, 当范玉桃呢, 还沉浸在爱情的幸福当中, 他不知道啊, 他想共度一生的男人刘昌理, 心里呢, 有着别的女人, 看到刘昌理呢, 经常在QQ上跟人聊天的时候, 范玉桃心里啊, 就觉得不太对劲了, 果不其然, 在一次翻开了刘昌理的手机之后啊, 范玉桃才知道, 原来自己心爱的男人呢, 一直有一个喜欢的女网友, 而且还持续了这种网恋关系啊, 长达两年之久, 刚得到消息的范玉桃, 觉得整个天呢, 都要塌了, 自己辞去工作, 不管不顾来到这个毫无亲人的地方, 毫无名分的跟着一个男人, 结果呢, 居然还是被人辜负背叛, 于是范玉桃和刘昌理之间呢, 产生了巨大的争吵, 他觉得自己的天呢, 都要塌了, 既然刘昌理心里有其他女人, 为什么当初还要不远万里地 从北京将自己带回来呢, 在激烈的争吵之后啊, 范玉桃一夜没睡, 他不停地思考着, 他和刘昌理的这个关系, 还要不要继续下去, 范玉桃深知啊, 自己今年已经四十多了, 很难再有机会遇到更好的男人了, 虽然刘昌理呢, 心里都挂念着网上的那个女人, 但是虚幻的网络呀, 终究比不上现实中的实在, 而范玉桃也相信, 只要自己对刘昌理好, 终有一天呢, 刘昌理呢, 会回心转意的, 于是呢, 想通了的范玉桃, 第二天呢, 便没有再和刘昌理继续争吵, 而且呢, 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的, 对刘昌理好, 虽然范玉桃决定啊, 不吵不闹, 继续这段关系, 但是啊, 他还在担心刘昌理和QQ上的那个女人好, 于是呢, 范玉桃便经常跟着刘昌理, 时刻盯着刘昌理, 无论是刘昌理日常玩手机, 还是外出做工, 范玉桃啊, 都要紧紧的跟在刘昌理的身后, 甚至连刘昌理上厕所呢, 都不放过, 渐渐的呀, 刘昌理非常不喜欢范玉桃的紧紧跟随, 他觉得自己一点自由都没有了, 而慢慢的呢, 刘昌理和范玉桃之间的感情裂痕也越来越大了, 因为范玉桃的步步紧逼, 刘昌理呢, 已经不细的当时带着范玉桃回家时的感情, 现在她呀, 是越来越厌烦这个女人, 对于和范玉桃一起的生活呢, 也是越来越抗拒, 而在日常生活中啊, 范玉桃和刘昌理哥哥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大了, 由于父母扫世, 所以一直以来呢, 刘昌理都是和哥哥一起相互扶持, 相互成长的, 而兄长如父, 刘昌理平时遇到什么事啊, 解决不了了, 都是会去询问哥哥的意思, 长期以往呢, 刘昌理哥哥呢, 也习惯了弟弟的这种听话的状态, 他也经常啊, 直接安排弟弟的生活, 虽然范玉桃刚开始到这个家的时候啊, 勤劳能干, 对弟弟也好, 他是比较满意的, 但是渐渐的啊, 刘昌理的哥哥发现啊, 这个女人非常强势, 经常不满自己的角色, 还总是怂恿弟弟呢, 侮逆自己的意见, 到后面啊, 刘昌理哥哥便更加不喜欢范玉桃了, 没想到她们之间啊, 这种暗涛汹涌的斗争, 居然在这一天摆在了明面上, 这天呢, 刘昌理六岁的侄女来到刘昌理家串门, 小女孩啊, 一直和范玉桃相处得很好, 但是啊, 在和小女孩玩乐的时候啊, 从小侄女的嘴里, 范玉桃呢, 居然听到了这么不可思议的一句话, 据小侄女透露啊, 自己爸爸和妈妈说话的时候说过, 范玉桃呢, 是个贱女人, 听到这话的范玉桃, 一下子就炸了, 他和刘昌理大闹, 并直言呢, 要大白哥过来和自己道歉, 这件事啊, 才能过得去, 但是刘昌理哥哥并没有惯着这位弟媳, 而是和范玉桃呢, 来了一场更加激烈的吵架, 这两人之间的矛盾呢, 已经直接摆在了明面上, 而就在刘昌理反感范玉桃的时候, 萌生了要和这个女人分开的想法, 于是啊, 在一个晚上, 他便直接趁着和范玉桃的一次小吵中, 把分手的话呀, 提了出来, 范玉桃听到这话的时候啊, 感觉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自己不远千里赶来这个家, 为了这个家, 从来都是勤勤勉勉的, 不论是家务活还是其他呢, 都干得这么利索, 没想到啊, 最后得到的居然是背叛和抛弃, 范玉桃啊, 是越想越生气, 他不想就这样和刘昌理分开, 但是刘昌理呢, 现在已经有了这么坚定的意思, 他又无法挽回, 于是啊, 千想万想的他, 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那就是啊, 和刘昌理要精神损失费, 他和刘昌理直言, 要分开可以, 但是自己啊, 在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 抛弃了这么多, 只要刘昌理呢, 给出十万的精神损失费, 自己啊, 马上就走, 但是一时半会儿啊, 刘昌理压根就拿不出这么多的钱来, 所以最后呢, 这句分手就不了了之了, 范玉桃这个时候啊, 还在沾沾四起, 自己想了一个好主意啊, 而郁闷的刘昌理呢, 找到哥哥商量, 他既不想出这十万元的精神损失费, 又想和范玉桃呢, 分手, 但是不知道怎么办了, 这个时候啊, 刘昌理的哥哥便给刘昌理出了一个好主意, 那就是让刘昌理呢, 悄悄到镇上的亲戚家躲起来, 由范玉桃呢, 一人在家, 慢慢的他就自己走了, 听到哥哥的建议之后啊, 刘昌理非常的高兴, 他已经能够预想到自己未来的自由生活了, 于是呢, 在再次和范玉桃谈不妥分手之后, 第二天一大早, 刘昌理便悄悄走了, 范玉桃知道刘昌理的行为之后啊, 他知道这肯定是大白哥教的, 毕竟刘昌理啊, 没有这么多的主意, 为此呢, 他更是大闹大白哥一家, 但是刘昌理啊, 还是没有回来, 于是呢, 任死里的范玉桃便在房子里等着刘昌理回来, 他坚信呢, 这个男人呢, 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在不吃不喝三天三夜之后啊, 范玉桃呢, 始终还是没有等到这个薄情寡义的男人, 而家里的粮食啊, 也已经吃得干干净净了, 范玉桃身上也没有一分钱, 在这个地方呢, 他也没有可以投靠的人, 实在是受不住饥饿的他呢, 只能出门在村庄里溜达了起来, 而令范玉桃没想到的是啊, 当他溜达回来的时候啊, 发现家里的门居然锁了, 范玉桃问门口闲聊大叔们, 知道这个锁呀, 是刘昌理哥哥趁自己出去时锁的, 他就更加的怒不可遏了, 于是呢, 范玉桃又去了大白哥家讨说法, 但是不但没有找到说法, 范玉桃自己啊, 还被气到昏迷了, 周围的村民们呢, 马上便拨打120, 把范玉桃送往了医院, 当范玉桃从医院中醒来的时候啊, 他的身边呢, 没有一个人, 而这个时候呢, 医院的护士通知他呢, 让家属过来缴费并办理住院, 身无分文的范玉桃此时呢, 再怎么要强也没有用了, 不得已之下呀, 他只能打电话给刘昌理的哥哥, 让对方过来呀, 帮忙交一下医药费, 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啊, 这个大白哥呀, 居然这般的绝情, 丝毫不顾他的生死, 不但没来看他一下, 更别说帮他支付医药费了, 得知没有人来交医药费呀, 范玉桃此时的心里已经满是仇恨了, 要强的他呢, 不想欠着医药费不给, 还占着位置, 于是呢, 他便悄悄离开医院, 并决定向大白哥一家报仇, 范玉桃呢, 带着两把尖刀直奔大白哥的家里, 一进门见到大嫂, 他直接就向了大嫂捅了起来, 一刀一刀又一刀, 最后啊, 他连两个孩子都不放过, 此时的范玉桃已经疯了, 犯了事情之后, 范玉桃呢, 便拿着沾血的刀具, 亮亮腔腔的向着警局走去报案自首, 最后呢, 范玉桃因犯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 延期两年执行, 在这两年的牢狱里呢, 范玉桃总是忏悔自己犯下的罪行, 但是啊, 已经犯下的错, 怎么也弥补不了了, 而刘查理知道哥嫂一家, 遭受这样的灾难时呢, 更是非常后悔, 当时将范玉桃这个毒妇带了回家, 有人说呀, 是范玉桃太过偏执, 太过凶狠, 才导致他有这样一个下场, 也有人说呀, 范玉桃呢, 太过于强势, 控制欲太强, 所以才在两段感情里啊, 都以不好的结局收尾, 其实呢, 每个人都有错, 范玉桃呢, 对感情当断不断, 而且看男人的眼光太差, 急于呢, 想要找一个安稳的家庭, 没有深入了解南方的情况呢, 便和南方回家, 最后呢, 落了这么一个没有退路的下场, 而刘昌李花心, 善于用言语呢, 诱导女人, 但是呢, 在带来范玉桃回家之后呢, 享受了对方的付出, 却不想回报, 还在感情中出轨, 不负责任, 浴室呢, 还没有主见, 而刘昌李的哥哥呀, 也是控制欲太强了, 心太狠, 如果在范玉桃昏迷入院的时候啊, 能帮助一下这个当时无助的女人, 至少帮忙垫付一下医药费, 那么这个惨案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呢?